人性化理来关心 武汉肺炎疫情严峻 担心会遭到感染 非必要就不要进到医院 不过有小儿科医师发现了 依照规定来打育防针的小朋友 就减少了三分之一 但是在防疫期间 却是有家长发现 小朋友一发烧跟咳嗽 马上就送到急诊 有的则是太紧张了 有的则是因为这样比较快 不用等 让医务人员听到这样的原因 都觉得好傻眼 医师建议大家 其实只要是病况 不用太不过太严重 先送到诊所就医就好 以免到大医院 难道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宝宝打预防针痛到 娃娃大哭 一打完妈妈赶快抱起来笑笑 这位妈妈很守规矩 顺时带着宝宝来打预防针 但现在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许多爸妈担心感染风险 医院能别去就别去 小科医师就发现 按常规来打预防针的 至少少了三分之一 不会疫情啊 该打的还是要要打 疫情下出预防针的严打潮 到底可不可以不要打针 或是等到疫情缓和之后再接种 医师提醒该打的疫苗还是要打 要是让小朋友错失疫苗保护 可就糟了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 要是大医院有顾虑 医师建议可以就进到卫生所来施打 另外要注意的是 最近防疫期间医院急诊就诊数 不论是一般急诊还是儿童急诊 都比去年同期减少 不过可能担心染疫又家长 因为孩子发烧咳嗽就送急诊 让医护人员疲于奔命 医院也常常有一些收容一些 无望会员的案例嘛 到急诊之期虽然是有快速的效果 但是呢也冒着一点风险 只要不是病况严重 或是有接触时 律有始出现的发烧 呼吸道症状少 并都可以优先到住家附近的诊所 否则到大医院 反倒让大人和小孩增加感染风险 记者综合不到